北海公园自1925年开放以后 就成为了北京人休闲的好去处 这是北海公园公开展出的 民国时北海公园的旧照 夏天人们在伊兰堂前喝喝茶 吹着小风甚是惬意 有点当年后海酒吧时的样子 中年节的时候还可以在北海放河灯 冬季北海公园整个大湖面就化身成了冰场 当时京城有很多冰场 为什么单单北海公园会出圈呢 不仅仅是因为皇家园林 还来自一场场的cosplay 虽然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反动反革命 但依然不能阻挡当时人们追求创意 发挥想象的热情 大家在冰上扮演各种的鬼怪妖精 河棒啊巨人啊 还会扮演西方的公主骑士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的cosplay 也引发了当时大量的群众围观 随后一直到解放以后 北海冰场呢依然是人们首选的冰场 50年代滑冰的人呢也挺多的 文革时发生了极其打架死伤的事件以后啊 北海公园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加强了管理 滑冰呢越来越严格了 但滑冰总归呢每年孩子都存在 一般呢都是开放大的湖面 这是1983年带孩子在滑冰 2023年冬季 北海公园呢进入淡季 门票成年人五元 60岁以上免费 学生半假 公园的冰场呢一般会在12月的中下旬开放 冰场在北海公园摇鲁船所在的荷花湖 背景呢是北海的白塔 拍照呢但是很不错 可惜呢就是场地太小了 是公园湖面最小的一块场地 基本上您一眼就能看到头 冰场的入口呢在南门近是最方便的 一进南门右手边就是冰场的入口 以前姚祖船的码头 冰场是单独收费啊 门票80 所有人呢都是这价格 1.2米以下的儿童呢也是这价格 而且这个价格啊您只能玩半天 因为中午会清场 会提供一些冰车和自行车 如今的冰场呢 您自己呢是不能带冰刀的 也不能玩速滑 主要还是考虑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反正就是不能出事 出事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生命安全 在北海公园的东门啊 志山桥旁边 还有一个单独的专门的电动摩托车的入口和场地 非常小的一个场地啊 每人50玩10分钟 这个场地啊适合从公园的东门进 每年北海公园呢 还会不定期的连续几日的下午 组织皇家兵戏的表演 以前啊只能皇上看这个表演 现在您在暗上啊就能看到了 您看完表演以后啊 就会如灵魂附体般的体会到北海滑冰的乐趣 去年冬奥会啊就一直在倡导 带动三亿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去 按照目前北海公园冰厂的价格 场地的规模还有市场 相信北海公园一定能带动更多的人 参与到冰雪项目中去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